我覺得第一個應該跳出來要問陳學生問個清楚的應該叫馬英九 馬英九顯然很介意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有沒有四處被印在到處的所有的文宣上 結果現在你黨自己裡面的立委說他的主國是中國 是不是請陳學生講清楚你的那個中國到底是哪一國 不然的話你們國民黨在那邊每天吵說什麼要反台獨 然後呢這個要中華民國這都假講的啊 今天你的立委堂而皇之在國會裡面講說祖國是中國 可是我喜歡住台灣台灣比較自由這什麼自助餐耶 你知道嗎你一面享受著台灣的繁榮民主自由享受了台灣的健保 但是在政治上面當你要做決定的時候你的祖國是中國 在政治上面當台灣需要你來保衛的時候你的祖國是中國 國民黨你不就一大堆這種人嗎 馬文君也是一樣啊當台灣的潛艦國造需要你來保衛的時候你幹了什麼事 你把情資給外國政府讓潛艦國造建光使 那請問我們養這種立委到底要幹什麼 國民黨的立委馬文君是不是有把資料洩漏給外國 因為這個是可能涉嫌到洩漏國家機密或是甚至是叛國罪 那另外一位離島選出來立法委員 他是馬祖選出來立法委員叫陳雪生 他昨天在立法院質詢陳建仁院長的時候 他說我的祖國我的祖先都在中國 臺灣沒有半個親戚 說中國是我的祖國也不為過 不過陳雪生又說臺灣老百姓很自由 我非常喜歡這塊我生長的地方 所以你注意 中國是他的祖國 臺灣對陳雪生來講只是一個地方 我記得金門的立委陳玉珍曾經在三立政治道的節目也講過 他說他的祖國是中國 阿苗 金馬是以前反共最前線 現在金馬選出來唯二的兩個立委 都說他們的祖國是中國 所以我們的國會很熱鬧 好像聯合國 又有韓國的立委 對不對 然後有韓國的 有中國的 看下次還有哪一個國家的 這個我覺得立法委員其實很重要 不管你哪一黨哪一派 你要對國家忠誠啦 對國家忠誠要放在第一位啦 國家社會永遠第一嘛 接下來是這個社會的群體 和你所屬的政黨 你所屬的團體 最後才是你個人利益 這才對嘛 那所以我們現在看 我相信很多民眾都覺得很痛心啊 為什麼我們的國會裡面會有馬文君這種行徑 不像韓國的憲民 然後接著陳雪生又說 他的自我認同 他的祖國是中國 我覺得第一個應該跳出來要問陳雪生 問個清楚的應該叫馬英九 馬英九顯然很介意中華民國 這四個字有沒有四處被印在到處的所有的文宣上 結果現在你黨自己裡面的立委說 他的祖國是中國 是不是請陳雪生講清楚你的那個中國到底是哪一國 不然的話你們國民黨在那邊每天吵說什麼要反台獨 然後這個要中華民國 這都假講的啊 今天你的立委 堂而皇之在國會裡面講說祖國是中國 可是我喜歡住台灣 台灣比較自由 這什麼自助餐耶你知道嗎 你一面享受著台灣的繁榮 民主自由享受了台灣的健保 但是在政治上面當你要做決定的時候 你的祖國是中國 在政治上面當台灣需要你來保衛的時候 你的祖國是中國 國民黨你不就一大堆這種人嗎 馬文君也是一樣啊 當台灣的潛艦國造需要你來保衛的時候 你幹了什麼事 你把情資給外國政府讓潛艦國造見光死 那請問我們養這種立委到底要幹什麼 我覺得現在在台灣在選立委的所有人 不管你是哪一個區哪一個黨 沒關係 你趕快在選前清楚告訴民眾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你的國家是哪一國 你的祖國是哪一國 第二件事情 當你的祖國的利益 這個跟台灣的利益 或其他國家利益 發生衝突的時候 哪一個是最優先嗎 我就問陳雪生 這個簡單的問題 如果中國的國家利益 跟台灣的國家利益發生衝突 你站哪邊 你在你祖國那邊 你精神上的祖國 還是在你現在領薪水 林鳳鹿的這一邊 說清楚嘛 當然我知道啦 其實馬文君也好啦 陳雪生也好啦 陳鈺貞也好 因為他們選區特殊嘛 鐵票區嘛 再怎麼樣亂搞 反正都沒差 你知道這個陳雪生 甚至是我們立法院裡面 第一位被認證 性騷擾別的女性立委的立委 多離譜啊 在哪一個國家的國會裡面 發生這種事 一個男性的國會議員 去性騷擾一個女性的國會議員 他的同事被法院認證 現在還大言不慘的說 他的祖國叫中國 可是為什麼他安然無恙 因為鐵票區啊 所以我一直 對於這種所謂藍營的鐵票區 選出來的委員 非常為所欲為這件事情 我感到很憂心 因為他確實是人民一票票選出來的 你說在國防外交委員會裡面 王定宇委員可以看的資料 馬文君一定也可以看 每個委員之間公平嘛 可是你要知道 王定宇委員看到這些資料之後 他不會去拿給美國 不會拿給中國 不會拿給韓國 不會拿給日本 但馬文君會拿給韓國啊 所有的包括 甚至連江啟臣收到的資料 江啟臣都還懂得說 這不能這樣 馬文君他敢 為什麼 因為江啟臣的選區 有可能翻車 馬文君覺得一再穩 他自己認為他很穩 那你說我們人民 要這樣子寵著這些立委 自己先壞掉了 不是有幾個性子抓走 性子不好 你自己為這樣生 看看 變成這樣子 在國會裡面做韓國的憲民 在國會裡面說 我祖國叫中國 這些都是我們台灣潛藏的國安危機 而且這個國安危機 你說檢調可以介入嗎 很難啊 他的祖國認同 檢調怎麼介入 沒犯法啊 你選區的選民 愛選給一個中國人 這個就是台灣的民主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選舉還有九十八天啊 大家眼睛睜大看清楚啊 你選票上面每一個人 你先看什麼 先看他的人品 先看他的政績 看他的政見 看他敢不敢勇於回答 勇於捍衛 永遠是台灣的國家利益 犯罪前面 這個答案很清楚 你後面你都 前面你都比不出來 你在看政黨 你不要說先看到 國民黨那顆黨灰放在那邊 我在等下 不管他這個人 是不是把這些潛建國造的情資 拿給外國政府 給他見光使 在國會裡面講說 我祖國叫中國 我只是因為看上台灣比較自由 才待在這邊 如果這種人在國會裡面越來越多 馬文君們 陳學生們在國會裡面越來越多 那你說這個國家 還有希望嗎 這個國家遇到外國 要來侵略我們的時候 誰來保衛這個國家呢 那靖遠 你的祖國是哪一國 當然是中華民國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講的 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他對於這個用詞的解讀 我覺得不一樣 大家去看一下 因為我看到新聞 我想說陳學生在講什麼 我去看一下 他昨天在講 他說你說 他質詢他講說 你說這個中國統戰已經統戰幾十年 他指的是中共 這個政權 已經統戰我們統戰幾十年 他說我被統戰了嗎 他有被統戰嗎 他說他的祖先都在那裡 他指的是說 這個大陸地區 就像我們的祖先一樣 我們本省人 還是外省人 祖先也都是從中國大陸地區來的 這個是事實 但是你說中國 現在這兩個字已經 你拿到國際上 大家會想到的 已經不會是中華民國 這個是事實 大家想到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只是說在用這個詞 我覺得陳學生可能沒想那麼多 他只想說 都是從中國大陸地區來的 我的祖先在那邊 所以你說我是中國人 他指的是文化 歷史上的中國 當然不是說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啊 那他 而且他也特別講 他說他非常喜歡台灣 台灣很自由 風衣足食 他非常喜歡住在他生長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 其實跟大部分台灣人的認同一樣 就是你出去的時候 人家問你說 你的國家叫什麼名字 你會說 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然後我是台灣人 我從台灣來 對 外國人問你的時候 你不會講中文 你英文會怎麼講 I'm from Taiwan Roc這樣子 你會加 ROC喔 我要看 我要看群聚 一般 一般我們出國的話 一般我們出國的話 我會說這個 I'm from Taiwan 對嘛 對 那真的要講 比如說正式場合的話 我會講說我們的國家 叫做Republic of China 講說我們過海關 就是講台灣嘛 口語上是這樣嘛 所以我就想說 對於陳雪森來說 他可能講的這個口語 對他來說這個中國 他並不是牽扯到政治上面 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這個中國 尤其是你說 講真的啦 他在連江縣 連江縣現在是屬於什麼 依照我們的縣法 他是中華民國福建省 這個連江縣的人嘛 那跟我們是這個中華民國 台灣省 還是你是台北市 還是新北市的人 是不一樣的 我請教你 就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 我相信現任美國國會議員 有很多什麼英國裔的 西班牙裔 德國裔的 甚至拉丁美洲裔的 你有沒有聽過美國國會議員 講說我的祖國是英國 我的祖國是德國 我的祖國是義大利 他可能會講說 我是這個什麼 比如說德裔啊 法裔美國人 還是哪裡 如果有美國國會議員敢這樣講 保證他落選嘛 這當然是 所以講這個 對於陳雪森來說 他可能講真的啦 在這個連江 這個民情 確實 你說可能會給這個中共 他們或者是中國大陸地區 他們統戰成功了 比較有交流 我覺得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會覺得說 他們跟他們比較相近 那他們也比較常交流 至少對於他們的敵意 他們可能比較沒有那麼的深 那就代表他們統戰成功了嘛 可能在用詞上面 就比較不會那麼的去計較 但你要說真的 我明天就問陳雪森 你講的中國是指說 你現在是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我想他就會說還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講真的 像蔡總統過去也講過 沒有人有需要為了 他的這個認同而道歉 更何況陳雪森 我認為他講的認同 他並不是在講說 這個他是叛國的這種認同 如果是的話 我一定第一個出來 說要下架他